那么蔡英文 她会只是几个月爆料就算吗 当然不会 她的终极目的 还是要把蓝星德 她这个才学人的资格给拿下 你难道从今坦白 我们看到蔡英文体系 跟蓝星德体系大豆 这种大豆是非常有节奏 而且两边的豆法非常的不一样 换句话说 两边的幕僚的出手章法 还真的大不相同 如果我们拿武侠小说的对比 这可以看作是五月剑派 左冷禅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五月剑法 去对上了所谓林家的辟邪剑法的这种味道 那么当然大家就会好奇了 我这个比喻 谁是左冷禅的五月剑派剑法 谁又是属于林家的辟邪剑派剑法 大家如果有看过金庸的笑傲江湖 就会知道 这两种剑法谁更高明的 那当然是林家的辟邪剑谱 而更高明的是谁在台湾 大家一对照就会知道 我说的是指蔡英文办公室体系 那种爆料的说法 都是令人十分震动 而且感到唯一 那么自然 我就是直指 其实蓝星德就是了所能产 而且最后恐怕完全会被蔡英文给废掉 他这个盟主的地位 这样一来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逐步的有一个明确的想象空间了 那就是 蓝星德有计划的要成为整个民进党的共主 而这个共主呢 所出的章法 所出的招数 在去年2022年九合一大选的时候呢 他们是有计划的透过他们自己的内部的系作 也就是内部的内部间谍 自己爆料蔡英文所指定的许多人马 这一爆料 弄得蔡英文在九合一大败不止 党主席还被拿下 但当时的蔡英文呢 他一定觉得他哑巴斯方便 为什么他的人会一个一个被拿下 而且重创呢 特别是林志坚的两篇书诗的文 是谁去爆料他是抄袭的呢 还有他最大的爱将 被放作是大卫候选人的 或者叫储备的重要大卫的参选人的 郑文燦 为什么连他20几年前的说事任文 也会被爆料出来 更严重的是 他的左膀右臂 一直成为他忠诚的幕僚的大管家 那就是陈明通 竟然也被台大作为终生永不录用 那么这几项可以说都是民进党 或者是蔡英文体系里面的 吉普名誉的最后结果 那个最后结果在2022年的10月29号 显现出他们的大败 但对于蔡英文系统来说 他们很清楚 这些爆料都不来自于国民党 也不来自于民众党 完全不来自于外面 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 这是一场民进党造家人 打造家人的结果 那么目的很清楚 是爆料者最后要拿下民进党的党中央 那也就能拿下提名权了 而这个人呢 他们认为真正的发动者 真正的主导者 就是赖清德他自己 如此一来 蔡英文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抱负的机会 也就是表面上在2022年的11月底 似乎赖清德拿到了民党党中央 而蔡英文退出了党团的运作 似乎他已经开始驼脚大选旁落 但是啊 整个2022年的12月 其实他正在运筹帷幄 大家一看到 进到2023年呢 这时候蔡英文体系 冷不防的 不断一个一个的惊天大爆料 这个惊天大爆料 中间还配合着 台湾的调查局的自通大楼 也就是资料部 增长的所在地 居然有15分钟的大火 我曾经提醒所有观众朋友 这15分钟的大火有两个目的 一个呢 是属于蔡英文他 以及他自己的相关幕僚们的黑资料 肯定这场火完全烧掉 而资料呢 只在他们自己手上有 另外一个重要呢 是他的对手 赖清德 以及他所要对付的任何的政商任务 包含国民党 民众党 任何一个有地位的人的黑资料 也全部在那场大火中呢 被蔡英文他们马走了 这样一来 台湾局就可以说 是因为火使得这些资料不见 所以这场火 非但来得怪异 而是来得及时 蔡英文他们的体系呢 对着赖清德不断的谋轰 是起来有之 因为这些资料 不太可能 是由蔡英文办公室 那几个作业人员就可以完成 而是需要一个庞大的调查团队 调查体系 才能够准确的从南到北 对整个新潮流所有的贪腐集团 加以爆料 这个爆料还那么的有节奏 而且每一次引爆 还都透过相关的走谈 大家想想 这种招数 哪里是和赖清德 他们当时候 透过国民党的立委 或者是议员 所爆料出来的假论文 所爆料出来 不管是宇修官 邦修官 那些过程 怎么能相提并婚呢 因为那是直接的单点爆料 并且透过相关的议员 或者是反对两分的议员 拿了资料以后 直接开记者会爆料 但是此时此刻 也就是2023年 从2月中旬以后到5月底 我们看到所有的爆料 转成的是陆海空结合的模式 也就是配合了媒体周刊 配合了许多的媒体人 接着呢 再出现的是由国民党的议员立委 来做综合包抄 这样的说话 是绝对的与我们所看到的 在2023年11月底以前的 那种爆料模式截然不同 既然这种模式截然不同 当然就不是同个团队的手法了 这个团队的手法 是由蔡英文当务师 才有这个能耐 做如此的惊天大爆料 那我们看看 何以他们有这个能耐 理由很简单 他需要有大量的钱财 也就是要大量的媒体预算 否则没有办法动员这么多的人马 来做一件又一件的爆料 如今我们这里看起来 赖清德连在台湾的政治大学演讲的时候 都已经承认 他们内部啊 确实有巨大的纷争 而这个内部是谁 当然只指的是蔡英文 并且这个爆料显然就在这场演讲里面 等同于蓝星的承认 他是被蔡英文体系给爆料的 那么蔡英文 他会只是几个月爆料就算吗 当然不会 他的终极目的 还是要把蓝星的 他这个参选人的资格给拿下 并且收拾完所有新潮流 那些有权利 而且拿了钱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